第八百六十五章压制全场 冷月炎一道 一股无形有制的杀戮气息 笼罩了整个空间 彷復整个空间因为它的出现 一下子变成了血腥炼狱 气氛一下子变得更加凝重了 一些意志力较差的人 汗水都流出来了 冷月炎一出现 气势震慑全场 但是它的目光只集中在龙晨的身上 很不错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这么点时间 就有这么快的进步 不过你这点实力 就想要收了我 让我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貌似底气有些不足 全场的人一声都不敢坑 冷月炎身上的气场太强了 强大到让人呼吸都困难 龙晨一阵尴尬 真是热了狗了 刚刚吹点小牛逼 就被揭穿 感觉被打脸了 而且还是啪啪啪的那种 见冷月炎如同宝石般的毛子 注视着自己 龙晨感觉牢脸火辣辣的 怒道怎么住 我就是要收了你 你有意见 龙晨的声音 让所有人心头一 令 收了冷月炎 那一晚上 需要被砍多少次脑袋 虽然冷月炎美艳绝伦 可是他身上冰冷的杀气 会让人看不到他的美丽 甚至无法相信 他是一个女人 感觉他就是一尊杀神 冷月炎微微一笑 精致的嘴角浮现一抹美丽的弧度 开口道 没意见 想要收我 没问题 但是我希望你收了我之前 不要让我杀了你 呼 冷月炎说完 忽然就那么落了来 本来冷月炎凌空而立 可是当触碰到上方光照的时候 身后的羽翼一下子消失了 显然在光照之内 所有术法是无法动用的 冷月炎落地之后 哗啦一下 他周围的人 一下子散开了 都躲得老远 彭腹距离他近了 就离鬼门关近了 就连血忧都躲得远远的 手中常见在手 一副全身戒备的模样 显然他非常怕冷月炎杀他 在这个竞数领域里 无法使用术法 他更加吃亏 让他十分欣慰 却又十分愤怒的是 冷月炎看都没看他一眼 就那么向龙晨走去 龙晨外表依旧一片冷静 可是全身力量已经开始集中 他已经做好大战的准备了 对于冷月炎 龙晨不敢半点掉以轻心 冷月炎在距离龙晨十丈前站定 这个距离是一个安全距离 在竞数领域之中 这个距离刚好不会让人产生警戒压力 一 你 冷月炎看向龙晨身边 白沙遮面的月小倩 眼睛之中浮现一抹惊异之色 糟了 他有洞虚之谋 龙晨心头大惊 龙晨 他的洞虚之谋 看穿了我的身份 月小倩十分紧张地 传音给龙晨道 别怕 大不了决一死战 把这里所有人全部杀光 龙晨回应了一句 同时暗下决心 如果冷月炎揭穿月小倩 他将不惜一切代价 将所有人全部击杀 冷月炎的洞虚之谋 让龙晨和月小倩都生出了不安 如果被当场揭穿 两人立刻会被群起而攻 月小倩最怕的就是连累龙晨 大不了他出了万古路 返回摩天界不出来了 可是龙晨将会面临全世界的追杀 这让月小倩更加的不安了 郊区不自禁地发抖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冷月炎看住龙晨淡淡地道 不过他只是张嘴 并没有发出声音 但是面对面的龙晨和月小倩 都能通过他的口型 知道他在说什么 当然我希望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龙晨道 同样也是张嘴不出声 哼 这不可能 我不想沾惹麻烦 你现在杀了他 我可以考虑帮你保守秘密 冷月炎冰冷的毛子 盯着龙晨 旁扶要看穿龙晨的内心 没人可以杀得了他 除非踏过我龙晨的尸体 如果你不能保密 那么抱歉了 我只能选择杀了你 龙晨说着话 手中的扩建已经高高举起 月小倩美目已经湿润 龙晨一句简单的话 却让他感受到了 被男人保护的温暖 在龙晨握紧扩建的时候 月小倩也缓缓击出了长剑 如果龙晨动手了 那他将不惜动用本源之力 全力击杀所有人 他不想连累龙晨 哥哥哥 不错 不错 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你的这个死绝的性格 我喜欢让龙晨和月小倩 想不到的是 冷月炎忽然一改 之前冰冷的杀意 笑了出来 而且笑得很开心 外面的人都看不懂什么意思 剑本来双方剑拔弩张 本来以为冷月炎要对二人出手 结果忽然笑了出来 让人莫名其妙 龙晨不惊大喜 可是他不敢说话 只是呆呆地看住冷月炎 忽然来了一句 我发现 你越来越漂亮了 哥哥哥 冷月炎一阵娇笑 如桃花绽放 尤其配上他那宝石一般的眼睛 就连月小倩都一阵石神 是 冷月炎忽然毫无征兆地扑向龙晨 同时他背后的骨剑在手 一剑直奔龙晨的心口刺来 速度之快 无与伦比 轰 龙晨大惊 手中扩剑全力格挡 多亏扩剑够宽 在肩部绒发之际 挡在了龙晨的心口 可是冷月炎的异剑 却震得龙晨连退束步 被震得气血翻腾 如果是这样 你还觉得我漂亮吗 冷月炎异剑没有刺杀成功 缓缓将骨剑插回后背 充满戏谑地看住龙晨 庞扶就跟龙晨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一般 你他妈有病吧 龙晨又惊又怒 不禁破口大骂 冷月炎刚才那一剑 奇快无比 招数很辣 如果被刺中 龙晨真的可能被他一剑秒杀 连治疗伤势的机会都没有 刚才和蔼可卿 笑颜如花 转眼间翻脸无情 出手就要人命 整个场面都鸦雀无声 只有龙晨愤怒的咆哮 在空间内回荡 他们有病吧 有病吧 有病吧 所有人都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就连血忧也不例外 冷月炎最恐怖的就是他的身法 他恐怖的出手速度 实在太快了 太诡异了 他就是一个索命魔鬼 根本无法抵挡 刚才冷月炎出手 不是龙晨没想到 所有人都没想到 而且冷月炎出手的时候 他们就感觉眼睛一花 旁风那一瞬间 时间都停止了 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结束了 魔后冷月炎的大名 可是比血忧更加显赫 但凡强者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 如今见到如此恐怖的出手速度 无数人脸色苍白 这样的速度 就算有防备 可是根本来不及格挡 就已经白人加身了 可以说 在这里 除了有数的几个强者外 冷月炎想杀谁 都不用出第二招 而龙晨能够肩步融化之际 抵挡了这一击 也让不少人心中震惊 这反应速度 也是够变态了 他们不知道 龙晨跟冷月炎 进行过生死大战 对于冷月炎的招数 有些熟悉 生出了自然感应 否则他根本挡不住 冷月炎看住怒气冲冲 如同愤怒的狮子在咆哮 不禁脸上浮现了一抹笑容 不就是刺你一剑吗 不用那么小气 你看那么多人 我都没刺他们 证明在我眼里 你跟他们不一样啊 去你的不一样 你刺他们好了 你看他们大方不 龙晨想也不想怒道 龙晨这一句话 一下子让所有人脸都绿了 呼啦一声 所有人跟受惊的兔子一样 再次飞退 几乎都要退出 这个空间范围了 他们心中把龙晨给骂死了 这或害人不浅 月小倩手持长剑 全神戒备 她心中充满了震惊 她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速度 而且出手之快 竟然让人无法生出感应 说明冷月炎的攻击 箭在一先 跟正常人完全相反 这是一种超出常理的攻击方式 当冷月炎攻击龙晨的时候 一方面是她没想到 双方说得好好的 冷月炎竟然会突下杀手 而且她彭扶真的只是闹着玩 伺一剑 可是这一剑 根本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的 月小倩紧紧地盯着冷月炎 如果冷月炎再出手 她也会全力出手 都说了 闹着玩的 如果我真要杀你 我会提前告诉你的 我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不过你的反应和你的力量 确实不错 变得强大了 才敢生出心思泡妞 不错不错 你们没发生过什么吧 冷月炎看住龙晨和月小倩 蓝宝石一般的毛子 在二人身上扫来扫去 管你毛氏 龙晨怒到 她还没从之前的愤怒中恢复过来 她认为冷月炎辜负了她的信任 这是一种变相的欺骗 她有些无法接受 她忽然有一种爆发权力 要跟冷月炎大战一场的冲动 可是如今冷月炎语笑奄然 让她下不去手 空有一肚子的火 却发不出来 她感觉无比的憋屈 被冷月炎的眼睛扫过全身 月小倩忽然脸色一下子就红了 美目中全是怒意 呀 还是厨子之身 看来你们的关系 还没发展到那种程度 可惜可惜 一 龙晨 想不到 你竟然还是个厨 冷月炎忽然瞪大眼睛 看住龙晨 一脸的震惊神色 放屁 谁是储 老子月女无数 身经百战 人送外号金枪不倒挑四方 一束梨花牙海棠 你懂得毛 龙晨怒道 在这个时代 说男人是储 那是一种侮辱 龙晨 不许说脏话 月小倩红住脸 拉着气冲冲的龙晨轻声道 远处的人 一脸古怪地看住他们 他们感觉自己猛逼了 这是传说中的那个杀人不眨眼 一路踏着尸骨前行的魔后冷月炎吗 怎么好像在跟龙晨打琴骂俏呢 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我要去看看这里的宝物 你们要一起吗 如果不怕我忽然杀了你 就跟住过来吧 冷月炎忽然道 说完就对住大厅中心的区域走去 第866章挖坑填坑 龙晨摸不清这个美丽女杀神的性格 不过最终还是带着月小倩 跟住冷月炎 缓缓向那个中间区域走去 在那里有着一个方圆 十丈左右的小山 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假山一般 山上竟然是一个个坟种 坟种之前 有着一口又一口的棺材 龙晨不禁奇怪 棺材不是应该放入坟种之中的吗 怎么会在外面 这不符合常理吧 真是奇怪 龙晨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冷月炎忽然回头道 龙晨当时就想回一句老子哪知道 不过忽然间龙晨微微一笑道 我知道 但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月小倩微微一惊 想不到龙晨竟然知道远古秘星 本来他想说话 但是见龙晨抢着说了 就选择了沉默 你要是告诉我 那么我就永远帮你保守一个秘密 冷月炎开口道 眼睛微微描向月小倩 意犹所指 真的 龙晨大喜 我冷月炎不屑于说谎 冷月炎淡淡的道 不过声音之中 充满了来自灵魂深处的高傲 好 这可是你说的话 那我就说了 龙晨一开口 远处的那些人 虽然不敢靠近 但是也都仔细地听着 他们研究了好久 一直都解不开这个怪异的谜题 实际上 我们买棺材通常需要三个人才会最有效率 一个人挖坑 一个人填棺 一个人买坑 根据我行走江湖多年的经验 见为支柱 大胆假设 仔细论证 严密推理 得出了一个结论 龙晨十分自信地道什么结论 冷月炎不吭声 但是月小倩十分捧场地开口道 那就是在那天 他们中间那个填棺的人 没来上班 所以前面一个挖坑 后面一个填坑 然后棺材就那么放在外面了 龙晨十分笃定的道 一时间 全场所有人的表情极为怪异 不管正邪两道 还是古族强者 都挟住眼睛看住龙晨 这特么什么狗屁理论 往他们如此认真地听着 感觉被耍了 龙晨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一件把你干掉 冷月炎第一次脸上浮现一抹怒涩 在他的记忆中 第一次有人敢耍他 喂喂 你有没有搞错 你刚才说的 你要是告诉我 那么我就永远帮你保守一个秘密 现在我把我的推断告诉你了 你想翻脸不认账 刚才是谁说的 我冷月炎不屑于说谎 咋地 这么快就反悔了 龙晨一边说着 一边还模仿冷月炎说话的语气 只是模仿的有些夸张 结果冷月炎的杀神模样 竟然被他给模仿成了娘炮 所有人都一阵头皮发麻 这个龙晨真是狗不咬拿棍子筒啊 他这是要找死吗 这么激怒冷月炎 见冷月炎那百年不变的容颜 终于出现了怒火 龙晨心里一阵舒爽 你刺客一见 哥也不能光挨打不还手 这要扯平了 大家都不舒服 算是打个平手 不过这次龙晨暗中全神戒备 冷月炎暴怒之下 谁知道他会发什么疯 哼哼 呵呵 哈哈哈哈 冷月炎后来反而笑了 不过他的笑声 虽然依旧如银铃一般悦耳 可是却有一种 十分不舒服的感觉 就像是死神的召唤 嘿嘿 不要那么小气嘛 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何必那么认真的 龙晨嘿嘿一笑 他终于体会出 伤害了别人 还让别人不要介意的感觉 是多么的无耻和舒爽了 就像冷月炎赐了他意见 要杀他 还要让他不要生气 是一样的 龙晨终于有机会反击了 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胆子就比别人大得多 我现在越来越期望和你一战了 你要小心哦 下次对话的时候 可能你的头颅 就在我的手中了呢 那样就不好玩了 冷月炎看住龙晨 海蓝色的眸子 闪闪生辉 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 脸蛋身材就比别人漂亮得多 我现在越来越期望和你一战了 你要小心哦 下次对话的时候 我可能会收了你 给我做暖床丫头 嘿嘿 那样就好玩了龙晨嘿嘿一笑 本来说话的时候 只是单纯的口舌之争 可是说到收了冷月炎 龙晨自己都感觉 心有些砰砰跳了 这是太具有诱惑 和挑战的事情了 岳小倩看住龙晨和冷月炎 好像忽然迷雾了什么 微微一笑开口道 你们 不要争了 我来说吧 这是一种古老的空关血葬 实际上这些棺材都是空的 尸体是埋在泥土里的 这棺材的底部 有符纹镇压斜 防止它们变异 相传古代 魔族 死后惊魂不灭 那是一种 无法直接以武力覆灭的能量 想要彻底让它们死灰复燃 就需要用正法符纹 消耗它们的惊魂之力 用时间去磨灭它们 不过这些棺材 跟普通棺材不一样 它们前窄后宽 那不是普通的空关血葬 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 空关氧气血葬 空关氧气血葬 这个我倒是听说过 看来有人把魔师 镇压在粉肿之中 棺材抽去它们的惊魂 来滋养里面的器物 冷月盐开口道 众人听到这里 无比星头一灵 以魔师惊魂滋养出来的器具 已经都是了不得的存在啊 那会让气灵更加强大 只可惜如今这个小山 被一个光照牢牢罩住 那是一种静置 它们尝试了很久 都无法打开 之前有一个三品天行者 仗助宝气强大 硬往里闯 结果被恐怖的阵法 当场秒杀成灰 连宝气都崩碎了 再也不敢有人鲁莽了 小倩你真棒 我发觉你是美貌与智慧并重 老天给你一副天线的容貌 又给了你神一样的智慧 就是怕你不协调 龙尘拉着月小倩 真心夸奖道 月小倩又羞又喜 翘脸生霞 虽然面纱遮住了美丽的容颜 但是美目之中 秋水流转 光屏露出的部分容颜 就足以倾倒众生了 与人没有人不喜欢 被人夸奖自己的美貌 而且是自己喜欢的人 不过在这么多人面前 月小倩依旧感到心头狂跳 翘脸发烫 狠狠地瞪了龙尘一眼 不过美目深处的那抹星系 是掩饰不住的 龙尘 你这个混蛋 你是拐弯骂我 空有一副躯壳 而没有脑子嘛 冷月言大怒 蓝宝诗一样的毛子中 透出的杀意 几乎可以另空间冻结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不过龙尘微微一笑道 美女 你想多了 请不要对号入座 龙尘说得十分平淡 不过他的意思 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 他 就是故意的 所有人都不禁暗自 佩服龙尘 这才叫纯爷们啊 敢调戏一个爵士杀神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胆量的 就连同位邪道的强者们 都为龙尘感到佩服 不过佩服之中 也有着一丝嘲讽 更带着一种幸灾乐祸 恨不得冷月言一剑将龙尘斩杀 敢调戏邪道最为强大的魔后 这让他们感觉有些颜面受损 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 冷月言并没有愤怒之下 把龙尘干掉 你给我等住 冷月言看了龙尘一眼 就不再理会龙尘 向住那个小山看去 龙尘略微往旁边移了移 保持了一个略微安全的距离 也向那个小山望去 只见数丈高的小山之上 密密麻麻的坟种无数 竟然有数千之多 可是一个个棺材 只有八丈大小 小千 这么小的棺材里 能装什么好东西啊 难道这小棺材自带空间 龙尘不禁问道 月小千还没说话 冷月言开口了 连空间阵法都不知道 竟敢出来闯江湖 竟然还能够活到现在 真是奇迹 脑子是个好东西 真希望人人都能有 你 龙尘大怒龙尘 这位姐姐说的没错 这个防御罩是个空间阵法 实际上这是一座真正的高山 那些棺材也不是 存储空间 它就那么大 只不过被空间压缩 看着就显得小了而已 越小千劝道 龙尘没怎么接触过空间阵法 结果被冷月言抓住了把柄 立刻就是一顿狂损 可是龙尘偏偏无法反驳 谁让他没那么广的知识面呢 问 忽然冷月言双目紧闭 御守在身前结印 陡然间一股恐怖的威压 生疼而起 吹得冷月言衣衫浮动 长发飞舞 翩翩如鲜 气质雍容无比 同时无尽的血气 在空间弥漫 那股气息 带着无尽的威压 竟然让人生出 顶礼膜拜的冲动 龙尘心头一领 这气息他很熟悉 那是催动灵血时附带的威压 虽然冷月言没有释放出意象 不过那股气息他认的 那就是灵血之威 当冷月言缓缓睁开眼睛的时候 海蓝色的眼睛之中 竟然符纹闪烁 一道光芒直接透过了那层光幕 好恐怖的洞虚之谋 他竟然可以透过阵法 窥视里面的一切 月小倩一声惊呼 不光月小倩 所有人都震惊了 冷月言太恐怖了 只是催动目光 却引得那阵法不停地晃动 威压如海啸一般向周围狂涌 那些从未见过冷月言的人 终于体会到了 这位传说中人物的恐怖 光凭一丝 就可以死死地把他们压制 可惜 这里面并没有我想到的东西 冷月言半晌后 收回了气势 发光的眸子中 符纹缓缓消失 一切恢复正常 不过他眸子之中带着一抹疲倦 显然他刚才的窥视 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 冷月言冷冷地看了龙晨一眼 忽然御守一身 一道清光对住月小倩飞去 第867章 这个并没装好 龙晨一惊 一味是冷月言要对月小倩下手 不过发现那道清光 不过是一丝灵魂印记 并没有实质的伤害力 月小倩御守一身 轻轻触碰那道清光 那道清光立即消散 同时月小倩不禁大喜 多谢姐姐 提醒 冷月言摇摇头道 虽然这里没有我需要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欠你一个人情 如果不是你 我也认不出这空观血葬 我冷月言不喜欢欠人情 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下次见面 我们就是敌人了 因为 我下次会干掉这个家伙 冷月言说完 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中 缓缓向外围走去 显然他打算离开了 龙晨心中不解 冷月言显然是告诉了 月小倩一些东西 但是冷月言居然就这么走了 倒是让龙晨意想不到 见冷月言要离开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恨不得这个杀神早点离开 他在这里 众人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尤其在这个竞数领域里 他的速度实在太吓人 无法施展竖法 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哈哈哈 想不到这里竟然如此热闹 竟然连传说中的人物 都来了 看来我与昌浩运气真不错 忽然间 虚空之上 大笑如雷 震动虚空 一个高大的身影 长发自然散落 双目如电 背后羽翼浮动 冷冷地注视住下方 与昌浩 所有人大吃一惊 在东荒天生长着翅膀的人 只有羽族的存在了 而眼前之人 周身气息流转 如奔雷涌动 气势滔天 正是羽族第一强者 羽昌浩 呼 羽昌浩背后 羽翼一震 直接穿过光幕 在穿过光幕的时候 羽昌浩脸上浮现一模了然 显然他明白了这里的情况 羽昌浩刚一出现 直奔冷月炎而来 在这个区域内 恐怕只有羽昌浩 可以震翅飞行了 因为他的语意并非竖法 而是天生的 冷月炎停下脚步 冷冷地看住眼前的羽昌浩 生冷地吐出了一个字 滚 羽昌浩飞蛋 没有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 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 魔后冷月炎 神一般的存在 傲视天下 很好 你很合我胃口 或许只有你这样的女人 才值得我与昌浩去征服 冷月炎上下打亮了羽昌浩一眼 摇摇头道 可惜你这样的男人 我不感兴趣 让开吧 我还有事情 懒得杀人 羽昌浩脸色微微一沉 虽然早闻冷月炎傲气无双 可是没想到 他与昌浩出现 冷月炎竟然没把他当回事 烈性的野马 嘿嘿 让我试试 能不能驯服 羽昌浩冷哼一声 大手一伸 直奔冷月炎身前抓来 他刚才还距离 冷月炎摆仗的距离 可是随着他的动作 竟然到了冷月炎的身前 几乎没有人看到 他是怎么做到的 速度还不错 不过还不够看 冷月炎淡淡地回应了一句 忽然御手之中 鼓箭飞出 是 这次鼓箭不是刺出 而是斩落 恐怖的速度 彭扶将空间斩成了两节 人们甚至感觉到 空间都扭曲了 这可不是竖法 这就是速度达到了 极致后的表现 第一次冷月炎对龙臣出手 谁也没看清楚 因为没有防备 感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这次他们早就凝神注视 可以是依旧只能看到 一道剑影飞出 根本没看到冷月炎拔剑的过程 无不骇然 冷月炎的意见 直奔与昌浩的喉咙 速度极快 角度刁钻 与昌浩似乎早有预料 冷哼一声 招数不变 另外一只大手 直奔古剑拍去 冷月炎嘴角上翘 浮现一抹嘲讽 当看到冷月炎嘴角的笑容 与昌浩莫名地生出一种不安 不过他是绝世强者 对自己的招数有信心 问 就在与昌浩的大手 将要抓住古剑的时候 忽然手心之处 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符文 那些符文并非竖法 而是血脉符文 那是本命之力 阵法无法剥离 当那些符文出现之后 形成了一道防护 将空间都禁锢了 一把对住冷月炎的长剑抓去 这是与昌浩的绝技之一 消耗小 效果好 无数强者 都在他这一招之下隐恨 他对这一招极有信心 所以敢徒手接冷月炎的古剑 哪怕这是一把宝气 他也有信心 让宝气在一个呼吸内失效 而这一个呼吸的时间 就决定了胜败生死 这是与昌浩 无数次积累出的战斗经验 可以说这是通过万千强者的命 磨练出的这一招 砰 与昌浩的大手抓住了冷月炎的古剑 他不禁大喜 同时心中暗想 冷月炎不过如此 传闻有些言过其实了 脸上浮现一抹冷笑 可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骇然发现 冷月炎的古剑之上 传来不停的波动 原本应该一把抓住的 可是他骇然发现 这把古剑 竟然像是周身涂了油的泥丘 根本抓不住 古剑被他抓着 可是却是不减 油斩改刺 直奔与昌浩的眉心刺落 与昌浩大害 顾不得去攻击冷月炎 抓剑的大手 猛地向外一推 要把长剑推开 可是就在他猛力一推的瞬间 他骇然发现 那古剑竟然生出了一股犀利 直接把他向前带了过去 冷月炎庞辅 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 在他用力推的时候 借力一引 即使是与昌浩的应变速度 依旧被被带了猎切半步 不好 就在与昌浩 极力稳住身形之际 冷月炎的古剑上柔和的犀利 一下子变得刚萌起来 然后犀利一下子消失了 古剑直奔与昌浩的眉心斩落 如果这一击被斩中 与昌浩的半边脑瓜子 就要被切下来了 呼 与昌浩身后的羽翼发光 整个人继续向后倒退 突兀的程度 就好像他身后 有根绳子猛力一拉的感觉 诡异地让人吃惊 两人速度太快了 一切动作 眨眼间完成 众人就只感觉眼前一花 然后就静止不动了 与昌浩又退回了原来的位置 跟冷月炎保持百丈距离 两人的位置都没有变 就好像之前的攻击 并没有发生过一般 枪 古剑缓缓入翘 冷月炎淡淡地道 就凭这点能耐就想收我冷月炎 我真佩服你的勇气 速度你不够看 战斗技巧你不够看 或许你使用本源之力 可以跟我一较长短 但是你连一成胜率都没有 让你见点血 算是对你狂妄的警告 如果不是我 还有急事要办 这个世界上 不会再有与昌浩了 冷月炎清冷的声音 如同天籁 但是到了众人耳中 无不感到骨头里发寒 因为他们发现 与昌浩的没心处 一道鲜血缓缓一出 这说明 与昌浩最后躲过了致命一击 但是依旧被风锐的骨剑 给切破了眉心 甚至从伤口上 都可以看到骨头 与昌浩如果钢材慢了一些 那他的脑袋 就要成翻盖儿的了 呼 就在众人 还沉浸在惊骇之中时 冷月炎足尖一点地 穿越了光照笼罩范围 凝立在虚空之上 在他的背后 浮现出一道巨大的浮纹羽翼 红色的长裙随风飞舞 长发飘动 如九天神女将士 海蓝色的眸子 看住龙臣道 龙臣 你是我最看重的男人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下次见面的时候 希望你能挡住我的细杀 冷月炎说完 身后羽翼一阵 人如仙子临步而去 转眼间消失在众人面前 疯子 这就是个疯子 我怎么招惹了这么一个疯子 龙臣心中恼怒 但是又有些无奈 小倩 他跟你说什么 龙臣传音给月小倩道 要知道传音 只能是相互信任的人 才可以灵魂传音 如果是陌生人 别人是不会接受传音的 如果对方有歹意 在传音过程中 施展魂术攻击 那是防不胜防的 之前冷月炎发出的那道清光 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灵魂传音 月小倩可以安全地接受 那个姐姐说 别叫他姐姐 那就是一个疯子 他是我们的敌人 你不要被骗了 龙臣提醒道 月小倩 处事经验少得可怜 别以后跟冷月炎对敌的时候 吃了大亏 要知道 冷月炎可是心狠手辣的主 跟他留守 那就是找死 哦 他告诉我 在这里的一座棺材中 有我需要的东西 月小倩传音道 他有洞虚之谋 号称可以洞穿一切虚妄 看清实质 或许他真的看到了什么 虽然他是个疯子 不过貌似人品没什么问题 龙臣自言自语道 他没有骗我 我对于别人的撒谎 有特殊感应的 这跟人修为无关 我能确定月小倩道 好吧 那我们就信他一次 不过就算知道 也没用啊 这有阵法守护 我们进不去 龙臣不禁暗骂冷月炎 既然做好人 就好人做到底啊 打不开静置 就算知道也是干瞪眼啊 就在龙臣盘算着 怎么破开静置的时候 其他人还沉浸在之前 冷月炎与宇昌浩交手的震撼之中 虽然二人交手 就那么三招两拾 可是其中蕴含着 无尽的战斗智力 那都是武道的精华 发人深省 宇昌浩此时 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他没想到冷月炎 竟然如此强悍 同时他心中也无比的震怒 忽然宇昌浩看到了 雨月小倩窃窃私语的龙臣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冷月炎 临去前的那番话 宇昌浩的怒气 一下子爆发了 四 宇昌浩背后的雨衣光芒闪动 如同一道流光冲向龙臣 速度之快 无语伦比 大手击张 直奔龙臣的喉咙抓来 第868章让你装 滚泥马的 啪 一声爆响 清脆嘹亮 龙臣正跟月小倩说着话 忽然被宇昌浩突袭 不禁大怒 几乎条件反射 大手狠狠抽过去 本来龙臣就跟冷月炎 憋了一肚子火 还没有地方发 一直压抑着 如今这个白痴 竟然把他荡出气筒 龙臣这一巴掌 不可谓不狠 宇昌浩的脸 一下子被抽变形了 整个人几乎用着比来时 还要快一倍的速度 倒飞出去 啪 宇昌浩狠狠地 撞在远处的一根 巨大的石头柱子上 结果树人合抱的巨柱 被宇昌浩硬生生 给撞成粉末 要知道那个石柱子 可是有符文加持的 坚固一长 可见宇昌浩这一撞 有多么可怕了 这一击让所有人 陷入了呆滞 宇昌浩之前 被冷月炎击伤 这还有情可原 毕竟冷月炎的名气太大了 可是如今面对龙臣 还没近身呢 就被一个大耳光给抽飞了 看宇昌浩盗飞的姿势 竟然连一点阻挡的机会都没有 要知道抽耳光这样的事情 可是极具侮辱性的行为 通常只有力量高出对方数倍 乃至于数十倍的强者 才可以做到 龙臣这一耳光 不光把宇昌浩给抽猛了 也把所有人给抽傻了 这实在太害人听闻了 他们不知道 龙臣的耳光之计 实在是经过千锤百炼 用无数强者的脸皮练就的 已经达到了神乎其神的境界了 尤其宇昌浩嫉妒之下 想一击拿下龙臣羞辱于他 他的结果只能是悲剧 龙臣 我要把你抽筋剥皮 一声暴响 宇昌浩从废墟中飞出 周围的石块被崩碎 宇昌浩一脸的争鸣之色 怒吼一声 再次向龙臣冲来 小倩 你旁边给我压阵 我来教训教训这个鸟人 说完话 龙臣脚下一动 人也冲出 一圈对着迎面而来的宇昌浩 狠狠扎落 轰 两拳相交 一声暴响 整个地面都跟住一颤 众人无不心头亥然 好恐怖的力量 好变态的肉 身 要知道 此处阵法加持 乃是禁术领域 任何术法都无法动用 更不能引动天地之力加持 二人刚才的遗迹 纯粹是肉 身的力量 羽族乃是上古遗族 肉身强大无匹 即使在古代 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在东荒诸古族之中 单论肉身强度 堪称第一 想要包老子皮 老子今天扒光你的鸟帽 龙臣大喝一声 宛若惊惟响起 又是一拳狠狠砸落 龙臣怒了 这份怒 宇昌昊口口声声 把他视为猎物 怒火星仇旧恨 一下子爆发了 今日 必斩你 宇昌昊大怒 今天的他太别屈了 之前被冷月炎伤了 还可以勉强说 冷月炎占据了速度优势 杀了他的措手不及 可是后来龙臣的一个大耳光 实在太响亮了 这耳光不光抽在他的脸上 也抽在了他的心里 更抽在他的高傲灵魂之上 问 宇昌昊周身气血流转 全身既然浮现一层光芒 神秘而强大 那不是术法 而是一种本命能量 这种能量来源于他的气血 灵血 龙臣微微一惊 难道这个宇昌昊 也具备灵血 轰 两人的攻击再次撞在一起 暴想震天 龙臣竟然感到一阵气血翻涌 显然此时的宇昌昊 力量极为变态 龙臣有些吃惊 而更吃惊的确实宇昌昊 龙臣想的没错 他这种能量 确实是灵血之力 不过他的灵血并不精纯 无法跟冷月炎相比 所以现在的他 只能使用一小部分灵血之力 但是这一小部分 就足以让他的力量加倍 战无不胜 所向拼命 但是今天 在绝对的力量上 他遇到了对手 龙臣的力量 强大的异乎寻常 他竟然占不到半点便宜 呼 与昌昊一击没有占到便宜 双掌一挫 食指如钩 犹如利爪 对住龙臣的双肩抓来 迅疾而狠辣 显然与昌昊擅长近战 而且在他出手的时候 他的手爪之上 竟然变成了淡金色 整个手散发着金属一般的光泽 十分的诡异 吃吃 龙臣向后退了半步 刚刚避开与昌昊的攻击 可是让龙臣没想到的是 与昌昊双爪陡然间变长 一下子抓到了龙臣的双肩 龙臣急忙放弃攻击 再次击退 结果双臂上被抓出了道道血痕 好诡异的招数 有强者不经震撼 人的手臂 怎么可能会忽然长出半尺 与昌昊乃是金池血灵鹰的后人 肉身强大无匹 力大无边 而且血脉之力覆盖 肉身堪比宝气 这龙臣跟与昌昊徒手对战 必死无疑 一位古族强者冷笑道 显然他认为龙臣这是不自量力 虽然龙臣之前 抽了与昌昊一巴掌 但那是意外 并不代表 龙臣就有战胜与昌昊的实力 鸟爪 还挺厉害 龙臣看了一下手臂上的血痕 冷哼一声 混沌珠运转 伤势立刻修复 看爷抽你 龙臣脚下一动 左手化作一道弧线 对住与昌昊抽取 这让与昌昊大怒 双爪击出 一上一下 只要抓住龙臣的手臂 他要一下子将龙臣的手臂撕下来 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近战杀招 让与昌昊心中冷笑的是 龙臣竟然看不出这一招的厉害 眼尖一条手臂 就要落入他部下的陷阱之中 他甚至看到了龙臣即将被硬生生撕下一条手臂后 惨叫的模样 啪 与昌昊的爪子刚要触碰到龙臣的手臂 一只庞扶来自于一堵空间的大手 已经狠狠地抽在与昌昊的脸上 这个声音太脆了 太响了 响得让人耳骨轰鸣 与昌昊光顾着龙臣的那条手臂 忽略了龙臣神乎奇迹的耳光神术 主要是他对自己的利爪 太具信心了 结果证明 淹死的大多数都是会游泳的 龙臣这一巴掌 几乎运转了全身之力 与昌昊被一巴掌拍中 即使是肉身无双 依旧半边脸被拍碎 骨骼碎裂的声音 让人心里发寒 轰轰轰 宇昌昊如同一颗流星一般 狠狠砸在地下洞穴的墙壁上 地下洞穴被他撞塌了一大片 天 这是什么情况 众人不经大害 事情的转折也来得太突然了吧 刚刚看到宇昌昊大展神威 一位可以轻松击败龙臣的时候 又挨了一个大耳光 而且这个耳光力量 比上次大十倍 因为眼前的人已经发现 宇昌昊飞出去的时候 脸都塌陷进去了 这一击太狠了 众人不禁一阵头皮发麻 这也就是宇昌昊 肉 身无双 如果换了一个人 这么大的力量 绝对会把人脑袋抽爆 轰 一声暴响 漫天的碎石崩开 宇昌昊的身影 从碎石之中飞出 啊 宇昌昊刚刚飞出 发出一声震天咆哮 他已经进入了暴走状态 他要气疯了 阿尼玛 谁要听你唱歌 啪 宇昌昊刚刚飞出 发出一声怒吼 要急着一声咆哮 发泄自己心中的玉气 同时也要证明他怒了 可是咆哮到了一半 就被一巴掌打断 龙晨早就料到 这个白痴 一出来就会表现自己的愤怒 这是那些自高自大的 白痴经典套路 他早就等住呢 宇昌昊刚刚一露头 他就已经恭候多时了 上去就是一巴掌 这种没有杀意的招数 是最难感应的 一巴掌将宇昌昊再次抽飞 不过这次龙晨是有预谋的 他站立的角度 刚好是中间小山的对面 宇昌昊如同一道流星一般 砸向那座小山 众人不禁发出一声惊呼 那个静止可触碰不得啊 之前有个三品天行者 就是被那静止给灭杀 连宝气都崩碎了 宇昌昊听到众人惊呼 同时也感应到了一股 让他头皮发麻的危险 他知道如果撞上那的静止 后果不堪设想 问 宇昌昊背后的羽翼之上 符文亮起 竟然硬生生地停住了身形 同时羽翼移动 急速向前 远离了那个光照 因为刚才实在是太危险了 只差数尺 他就要撞上光照了 尽快跟光照拉开距离 才能让他产生一定的安全感 可惜他忘记了一件事 他光顾住离开光照 忘记了还有一个 比光照更危险的家伙 正对着他奔来 等宇昌昊想起 还有龙晨这个存在的时候 他陡然间觉得头皮易紧 那飘逸的长发 被龙晨双手紧紧抓住 用力往回一带 同时坚挺的膝盖 影响了宇昌昊高耸的鼻梁 让你装 让你装 我让你装 砰砰砰 连续的爆响 在空中回荡 在无数人惊骇的目光中 龙晨的膝盖 不停地跟宇昌昊的鼻梁 亲密接触 四 宇昌昊被龙晨抓住头发 连续受窗 陡然间一声怒吼 背后的羽翼移动 如同两把锋锐的刀锋 对着龙晨展落 龙晨心头一领 这双翅之上 带着龙晨心计的力量 急忙松开宇昌昊 同时一脚狠狠踹在他的胸口 借力飞退 同时手中多了一块板砖 狠狠甩了过去 轰 双翼撞在一起 发出的爆响震耳欲聋 不过这恐怖的一击 击空了 宇昌昊被龙晨一脚踹飞 当宇昌昊站稳身形的时候 看着他的面容 所有人都不经意待 第869章 观果尽致 众人只见 宇昌昊的脸 已经消失了 不 具体地说 被一块板砖给遮挡住了 一块金属板砖 不偏不倚 正镶嵌在他的脸上 几乎整个板砖 都砸进他的脸中央了 看上去十分的怪异 那块板砖 正是当初 龙晨在九里秘境 地下墓地中 得到的地砖 是一种极为坚硬的金属 大部分都留给锅燃了 不过龙晨也留了一些 如今近战之下 躲避宇昌昊的遗迹 居然想也不想 随手就把它得拎出来了 作为暗器袭击 结果竟然出现了 这么一幅画面 一时间全场的人 都傻眼了 冷月炎没把你砍成翻盖的 老子就把你打成 纸板的龙晨副手而立 冷冷地看住宇昌昊道 没想到 你的脸 居然比砖头还大 难怪敢如此大言不惭 宇昌昊艰难地伸手 将镶嵌在脸上的砖头 给抠下来 当砖头抠下来之后 宇昌昊就出现了一张方脸 十分标准的方脸 龙晨 今天我要是不杀你 我就不叫宇昌昊 让人惊骇的是 宇昌昊实在太强了 脸都被拍扁了 依旧发出一声震天怒吼 浑身泛起金色的纹路 恐怖的威压爆发 双翼一阵 长达仗雪的羽翼 对住龙晨狠狠斩来 嗡 宇昌昊真的怒了 这一击他动用了本命神通 他本身具有 金翅血灵鹰的血脉 这一击恐怖无比 龙晨心头一领 见那羽翼之上符纹流转 风锐的气息逼人 龙晨没有感应见 急忙向旁边一闪 是 一道恐怖的金色光影 贴着龙晨的身边而过 空中发出刺耳的音爆 虚空磅扶被撕裂 轰 一声暴响 那道光影重重地 斩在一块石壁之上 石壁立即爆碎成鸡粉 而且轰隆隆的暴响 一直延续到远方 显然这一击 不知道在地下击出了多远 根本无法计算 嗡嗡嗡 就在所有人都惊骇于 宇昌昊的这一击时 忽然间虚空连续震颤 不停地抖动 无数的符纹 在空间内来回激荡 众人多吓了一跳 急忙全神戒备 漫天的符纹飞舞 带着恐怖的空间波动 整个世界 彷復一下子变重了 无尽的压力 从四面八方涌来 天啊 既然触发了机关 这时要打开静置了 有人高声惊叫 因为他们发现 那些符纹闪动 前方小山上的光幕 开始变淡了 哗啦 那光幕越来越淡 最后竟然如同玻璃一般 散落开来 同时一股蛮荒的气息 扑面而来 宝物出现了 有人大声惊叫 身形移动 对住那座小山冲去 那人移动 所有人都动了 全力冲向那座小山 在宝物出现的时候 龙晨和宇昌浩 也没有了战斗的欲望 都全力向小山冲去 同时龙晨发现 光照破碎之后 竞数领域也消失了 龙晨 我们分开动手 月小倩也已经动了 显然他已经有了目标 让龙晨自由行动 冷月炎早就告诉过月小倩 这里有东西是他需要的 而且告诉了他具体方位 他直奔那个方向飞去 龙晨点点头 这样也好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反而太显眼了 如果真是至宝 容易遭人妒忌 惹来麻烦 才不露白 才是王道 马德 冷月炎这个女人 临走的时候 只说了月小倩需要的 也没说她需要的 也不止点一声 太不够一丝了 龙晨相信 冷月炎的洞虚之童 一定看到了许多秘密 但是他不肯说 也不愿意跟龙晨分享 呼 当龙晨飞奔到那座小山的时候 忽然间龙晨发现那座小山 随着自己的奔进 竟然变得越来越大 原本只有树丈高的小山 竟然越来越大 等飞到镜前的时候 才骇然发现 那竟然是一座 方圆数万里的大山 大山之中 混沌气息缭绕 古朴而荒凉 充满了古韵 一座又一座坟种 密密麻麻 布满了整座大山 此时 那些先一步进来的修士 已经到了高山之旁 一个强者 刚刚奔到一座坟种之前 伸手就去掀那座石棺 奔到镜前 那棺材旁扶 并没有因为高山的巨变 而变得更大 依旧显得那么普通 跟普通棺果差不多 十分的奇异 扑 那人刚刚触碰到石棺 石棺之上 无数道符文亮起 喷出万道霞光 那人连坑都没坑一声 就被霞光喷中 化作漫天血雾 什么 竟然还有守护静置 看到这个景象 所有人大害 纷纷召唤出天道和明 爆发出所有气势 做好重重防护 再次靠近那些石棺 咔咔咔 一座石棺 被一个邪道强者推开 里面柔弓滚滚 瑞霞滔滔 所有人大吃一惊 急忙向里看去 可是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既然是空的 肯定是之前就有人 将里面的宝物拿走了 这里的棺材 都是养宝的存在 里面的宝物被取走 按理说 应该放入新的宝物 继续养着 但是万古路崩碎后 已经没有人照料了 故而空的可能很多 想到这里 忽然有不少人 眼睛一亮 急忙奔向之前 那个震死人的棺果 滚开 这口棺材是我的 谁过来就杀了谁 忽然一个身材高大 浑身长住长毛的 古族男子 冷喝一声 手中长毛一百 气势滔天 不敢上前 只好去其他地方碰运气 那位古族强者 见无人赶上前 这才缓缓靠近那石棺 刚一靠近 那石棺立刻霞光喷涌 一股恐怖的威压 释放出来 那古族强者冷喝一声 全身符文爆发 将那股威压抵挡 伸出大手 去推那石头棺果盖子 可是让他脸色一变的是 那棺果的盖子 宛若大山一般沉重 即使他运转全力 那棺盖之上 一点一点的移动 而且移动的频率是固定的 用了数个呼吸的时间 那个棺果开 微微透出了一丝缝隙 轰隆隆 那棺果缝隙一处 立刻无尽的荒气息弥漫开来 那位古族强者 立刻脸色一变 因为他发现 他周身的空间 都在拼命地向他挤来 彭扶要将他的身体挤抱一半 开 那古族强者大吼一声 全力抵挡那股压力 同时全力推动棺果 希望能够早点看到里面的东西 可是那棺果任由它如何爆发 棺盖始终保持的一个 极为缓慢的移动速度移动 足足过了十几个呼吸 那个棺材 才露出一条长达半尺的缝隙 是一件铠甲 从缝隙之中 人们终于看到了里面的宝物 那是一件铠甲 周身符纹涌动 混沌之气流动 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强大的 宝气级铠甲 一时间所有都眼红了 宝气啊 而且是经过棺果内 符纹滋养 灵性极为强大 而且这里很多人 都没有资格拥有宝气的 那古族强者 足足花了一炷香的时间 去推动那个棺盖子 可是棺盖子只不过移动了一尺而已 他有些不耐烦了 算算空间应该差不多了 就不再推动棺盖 伸手去抓里面那件铠甲 可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随着他不去推动那棺果 那棺果忽然急速闭合 啊 那古族强者一声惨叫 他的一条手臂 被那棺果给硬生生挤碎了 一部分留在了棺果内 速度快地让人来不及反应 所有人不经骇然 看来这个棺果 必须完全打开后 才能把里面的宝物取出 随着那古族大汉断臂受伤 立刻有两个人飞奔而去 他们也是浑身长住长毛的古族强者 应该是他们一族的 之前二人只是在外围守护 二人急忙上前 帮助那古族大汉去推 三人合力 很快又推出了一个缝隙 那古族大汉好像非常不服气 取出了一个硕大的长钱 悄悄探入棺果之中 想要把里面的铠甲夹出来 这样就 不用慢慢等待了 轰 长钱刚刚探棺果之中 那刚刚掀开的棺盖 一下子合拢 那大汉手中法器级的长钱 被一下震碎 就连他的虎口都震裂了 那两个帮忙的强者 被一瞬间震飞出去 鲜血狂喷而出 众人心头一领 看来这里的棺果 想要打开 必须老老实实去按照这里的规则才行 半点取巧不得 虽然大家都进来了 不过接那个古族大汉第一个出手 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 结果证明 他们的这个举动得非常明智的 那个古族大汉用血的教训 给他们做了投石问路 龙城环视了一下整座大山 这里的棺果数以万计 散落在整个大山 并没有任何规则 布局也极为混乱 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龙城发现 岳小倩已经飞奔到了山的那一边 估计是直奔目标而去 想想岳小倩既然知道这棺果的来历 应该知道这里棺果的开启之法 不会有危险才对 此时 所有强者都已经动了 各自选定目标 他们都很聪明 先奔到棺果边上 如果没有符文攻击 就说明这棺果已经被打开过了 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去寻找其他的棺果 宇昌昊也已经开始行动了 而龙城惊讶地发现 血忧双目紧闭 中间的树眼张开 正感应着什么 马德 虽然运气烂 但是不出手 连运气都没有了 龙城心中暗骂了一声 直奔山顶区域而去 这里人略少一些 座主 内部 炸 炸